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 我们这季节目 第一位登台的演员 这是我们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的第一季 第一场 第一位上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 张博洋 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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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呀 两年没上节目了 我知道有些观众 这些年啊 对我有误解 觉得我一直在隐藏实力 你们有过自己藏一个东西 藏着藏着就找不到了的经历吗 我现在偶尔在小某书上 看到有人说 张博洋 他就是不出场 出场就是王炸 我都感觉压力好大 有时候甚至会切小号给他留言 我说你们也不要神话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一分钟后 收到回复 你懂个屁 我不光喜欢看自己的评价 还喜欢看别人的 实话说 我还挺喜欢看其他演员的差评的 就特别是我自愧不如的那些 我对他们的差评 这个喜欢程度啊 有的时候甚至高于自己的好评 真的 别管你用多么天花乱坠的词语 形容我的表演 什么高级幽默 笑忠带泪 原地风神 都比不上简简单单的一句 诶 我觉得这个张博洋讲的 比那个什么什么天花板强多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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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当劲儿吗 劲儿 这劲儿就是张博洋的劲儿 就是这个味儿 所以为什么都说 采一捧一不道德 因为采一捧一 太让人喜欢了 因为你知道一个人 不管对你再怎么捧 都可能仅仅出于礼貌 但采这一下 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他多多少少动了真感情啊 真的 你们要是哪天在街边喝酒 碰到一位常在上海街边溜达的作家 尝试一下 端着杯酒冷不定走到他旁边 哥 实话说 有时候我觉得 托尔斯泰显的玩意儿啊 不如你 然后你大概率就可以目睹一种人类行为 叫谦虚的手舞足蹈 没有人能拒绝这种快乐 因为骄傲是生理反应 没有人可以跳过骄傲 直接谦虚 我觉得哪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那个人 苏格拉提 当他写出 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句人类历史上 最谦虚的话的时候 他心里的第一反应 肯定也是 哥们这句 可以啊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现在没演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出 都会跑去小某书上 搜索自己的好病 确实快了 我觉得苏格拉提能保持 谦虚的重要原因啊 就是他那个年代 没有这款APP 不然的话我不相信 他在搞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讲之后 能忍住不上去搜自己 苏格拉提 0326 repo 为柏拉图来的 结果被苏格拉提圈粉了 苏格拉提 古希腊掌管 古希腊哲学的神 yes 其实网上这些 夸呀 骂呀 我都能理解 因为他们至少 在传递信息 但有一种评价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 有次刷到一个帖子 是这样的 说我真的好喜欢 某某某的脱口秀专场啊 下面一条评论 不了解 句号 怎么说呢 就以我 对人类交流行为的理解 这条评论 是不是其实可以不法 就你喜欢一个东西 所以夸 讨厌一个东西 所以骂 我都理解 但不了解 这不就好像你走着走着 路过一家陌生的餐厅 直接推门进去 没吃过 我今天表演的到这里 其实就结束了 我知道 离王站 为什么呀 不就结束了吧 你是在拍东西 一问是吧 为什么呀 我这才来不及 我知道离王站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现在的我已经改变了 以前的我追求完美 现在的我觉得 还行 也可以 当然 我觉得能这样思考问题的自己 也是真的很完美 我还是那个追求快乐的张柏阳 谢谢大家 他演他笨歌不得很高 我觉得不好说 当主席的那个上场音乐响起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就是一句话 回来了 又开始了 开心我还在 很开心我还在 大家可能一开始都说想打他 但是其实你真的到了那个场子 大家就是其实很怀念 彼此团聚在一起的感觉 来 各位 谨慎地投出你们的一票 锁票倒计时 三 二 一 时间到 大校圈进行比赛的时候 每一位脱口秀演员讲完 我们会等下一位 在表演结束之后 共同看他们的票数 博洋为什么又来参赛了 有空的 对 挺有空的现在就是 反正 因为我比较熟于博洋 博洋比较擅长退赛 退赛 这东西有人擅长吗 那反正是 出生的时候我不来了 就回去了 妈妈再怀我几个月吧 大老师是在苏格拉底那块拍的 对对对 他就是说什么古希腊 掌握古希腊的那个 苏格拉底 古希腊掌管 古希腊哲学的神 yes 因为这个下伙子已经在他榜上玩烂了 然后呢 他居然能在这里出一新包袱 我觉得这个点要给拍啊 非常厉害的 这个点 我觉得你吃亏就吃亏在第一个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所以我根本找不着你们的基准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过多自责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让我有共鸣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出来表演有点紧呢 第一个非常难演 第一个特别难演 但是我是想问问 你真的是那种会受评论 就网上那个弹幕啊 什么的 就这个影响很伤心的人吗 不是 也不会很伤心吧 就是反正看到 如果有人骂你 多多少少不太高兴 这肯定是的 我跟你说 我前两天我伤心快了 我就看那report 因为那个岁月不饶人啊 就是 然后我居然看见了一个 因为我跟人家录完节目 人家的粉丝说 谢谢大老师照顾我家哥哥 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 能够请到大老师这样的长者 我不认为你 大校圈的朋友 有没有人要向张博洋发起挑战 小圈她真心危险呢 照惯例 这环件一定有人起来 没有人挑战嘛 要做好久的 要不然 赞啊 孟川 赞啊 欧阳这次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惊喜 而且开得非常好 老朋友就不打老朋友了 欧阳开场 不占张欧阳的理由 大家都一样 就是觉得 这个哥们是给我们开场的 第一个演员 时间到 真的没想到 一个都没有 我真的没想到 一个都没有 因为没有人 向张欧阳发起挑战 所以张欧阳作为 第一个出场的 脱修演员 自然晋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每播里写啊 张欧阳自然晋级 但我真的没想到 一个都没有 我没想到一个都没有 因为我的稿子储备量很少 一点点 又要写稿了 哈哈哈哈 又要面临退赛的抉择了 以我对柏阳的了解 他可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 他讲完有人站他 他输了 第二轮摆个烂 然后就不退赛 但是我失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柏阳赢得的票数 几点 16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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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演我 对卡登很远 166很高了 很大 谢谢柏阳 掌声送给柏阳 1 2 1 1 2 1 2 2 2 1 2 2 3